徐将军 令你立即召集五百虎奔甲氏 随我前往客馆 吴将军 令你调进六万精兵屯鱼城外 待命攻杀新野 宋将军 命你封锁靖州九门严加防范 不准一人一击出入 遵命 刘皇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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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叔 公子 公子 为何深夜到此 何叔 容小臣先问一句 皇叔今天与我父亲单独相会了吗 是啊 端午节嘛 明公召我喝酒 席间可谈了什么 明公问我立世子之事 我说费掌利忧 自古便是取乱之道 多谢皇叔直言 不过 这话也给皇叔引来了大祸 怎么 景生兄会杀我吗 不不 父亲却不会 但蔡茂要对你下手了 今晚将军府灯火通明 蔡茂正在调兵遣将 皇叔啊 赶紧离开荆州返回西野吧 多谢公子相救 不过一礼 我是景生兄请来的 我总要回禀过明公才好走 否则岂不是失礼 生死关头 皇叔还顾得这些虚礼 快走快走 快走 快搜 皇叔留备 快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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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仔细搜 那边这边 快 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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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 快 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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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出刘备了吗 将军 防射空空 李卫全都搜遍了 没有发现刘备踪影 刘备明明就住在这里 咱们就不见踪影了 带馆主来 掩上来 遵命 走 快走 刘备哪儿去了 兵将军 这 这二更天的时候 刘备突然冲出客馆 骑上马就走了 什么都没说 没 没说 走 主公到 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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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今半夜的 这里为何聚集这么多的虎盆 假事 主公 末将听关注禀报 说刘备在二经时冲出客馆 匆匆跑了 末将身负安危大任 刘备又是主公的贵客 万一有个闪失 末将罪不可赦 所以末将带兵前来探查 是这样吗 是 是 末将带兵前来探查 老末将带兵前来探查 赵兵前来探查 伊末将带兵前来探查 俄年徒手困 主公 这是反尸啊 刘备不甘心做荆州的池中之物 他这撑雷伤九霄啊 我对他人之一尽 他却心怀意志 看来真是想谋取我的荆州啊 是 我非充掉他不可 主公 此事出书不堪 不像玄德比墨 再者 我也从来没见他写过诗啊 主公 刘备肯定心怀意志 否则为何连夜离开荆州啊 末将已调集兵马 请主公下定 准末将前往西野 擒拿刘备 主公如果怀疑此事真伪 那么先拿下刘备 主公也好当面问个明白 你到新野去捉拿刘备 关羽张飞会做事不管吗 还有赵云赵子龙 我们两家 不是立刻就要打起来吗 都退了吧 此事日后我定有详查 慈平会迎 没有听见吗 你们都看他干什么 我去荆州之中 你们没听见主公的经历吗 马上收兵回迎 快 忖密 叛律 昨夜我们赶到客馆之后 刘备仓皇逃命了 我们扑了个空 此外我请命攻杀新叶 主公也不准 看来主公是不是怀疑我了 当然怀疑了 主公深夜回府 进门救大骂 荆州城内暗藏奸贼 气得他差点吐血 那我们怎么办 别慌嘛 侥幸的是 他大骂之后 竟然救病复发 我看哪 这十天半个月 他是不能理政了 可是主公病好之后 还会追究此事的 这是当然 不过 我可以让他的病 好得别那么快吗 我已经吩咐抚医 让他用药当心 一方面 要让主公病逝不紧 要让主公好生活着 另一方面 要让主公病逝不紧 所以你有的是时间 抓紧办事吧 姐 你若是男的 该当军师啊 女的又如何 女的 就不能当荆州之主了吗 呃 试试